工保素雞丁 材料有干辣椒、芒果、红彩椒、小黄瓜 素蚝油、麻油以及爱家的素雞丁 今天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素雞丁是爱家食华出品的 首先我们先将红彩椒切丁 小黄瓜以滚刀的方式呢也切成丁 芒果把它切开之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块 看到颜色非常漂亮红黄绿 干辣椒呢我们也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放在旁边备用 我们这次选用的是爱家食华公司出品的素雞丁 它虽然是半成品 但是爱家食华公司呢完全选用纯净天然的材料制成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放心 当油锅热了以后呢我们就将我们的素雞丁放入里面炸 一直呢要将这个素雞丁炸到金黄色 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呈现金黄色了 我们可以稍微翻动一下这样子炸的会比较平均 好现在呢已经成为金黄色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备用 我们将油锅放入少许的油 将我们的干辣椒放到里面爆炒 注意哦这时候要用小火 这样子才不会焦掉 再倒入我们刚刚已经炸好的素雞丁一起炒 哇这时候我们已经闻到干辣椒的香味了 再将我们的小黄瓜 红彩椒一起放入翻炒 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步骤哦 就是放一点水倒入里面 把它炸过一下 当蒸汽上来的时候才放入准备的芒果 芒果酸酸甜甜的滋味 配起来特别有风味 如果呢不是芒果的季节呢 我们就可以用黄色的彩椒代替 放入一些些的素蚝油 再一起翻炒 好再加一点麻油 哇真的是好看又好吃耶 那就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公饱素雞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